就直接介绍这个 瀑布图 好 首先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 接下来瀑布图在这里 这个瀑布图 你们这样会不会写报告啊 听得懂吗 我其实就是告诉你说 你在写报告的过程 你就是需要有这些图来去说明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瀑布 瀑布 在瀑布图里面 开始两个旗 就是说期间的一个状态改变 期间的改变的项目是什么 他主要在讲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刚刚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交错 好 可是这个时候 假设你想要去看说 那到底是什么项目的改变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了 好 那我们就先来去看一下 就是说 先看这个地方 好吧 先看从2019 因为我们来去看疫情好了 我们来去看疫情这件事情 请问一下 我们要比的话 是不是 2019 2021年5到7月 这是我们讲定义的本土疫情 那2020年5月到7月 这个叫做全球疫情 可以吗 就是大家都有事 可是台湾 可是台湾那个时候根本就没事 就像现在 现在我们了不起只能讲叫全球疫情 对不对 好 那2019年5月到7月 这个是什么 叫做没有疫情 可以吗 但是我们比 但是我们比一定是就是两个期间在比 所以你要有这样 就是说两个期间 所以我们要从2018开始到2021 那所以在期间的定义 期间的定义 我们就先勾 因为记住所有的大数据分析都是以时间 时间 当做是依据 所以我们来去看进口日期 先勾进口日期 那当然我们要比的这个值呢 是不是在这里 就是进口值 可以吗 好 那可是呢 我们的一个分解要分解什么 那就是看你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主要进口依赖国家分析 这个主题 所以我要分解当就是以国家来分解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2011年到2012年期间 哪几个国家的值产生比较大的变化 那这个变化有有什么 有正向 因为绿色是代表正的成长 红色代表负的成长 可以吗 有听懂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了 可是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等一下要讲的是这一段 假设我要讲的是这一段 我要去说的是疫情 全球疫情 本土疫情 与没有疫情之间 如果你要讲的时间是这一段 那么请问我是不是应该要限制我的时间 我的期间就不用那么长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2011 2012 2013都筛选掉 对不对 所以我暂时先用筛选的方式 我暂时先用筛选的方式